2019年里大冲突期间 4个人被控在油马地一带参与暴动 其中3人罪名成立 4个被告被控2019年11月18日 连同其余5人在窩打路道至咸美顿街之间 一段尼敦道参与暴动 包括扔汽油弹 造成4个执法人员受伤 4个人否认控罪 经审讯之后 区域法院站委法官梁家琪裁定 陈力图、郑梓峰和何仲言暴动继承 而01被告终止建罪名不成立